立即实现持久停火是加沙民众的迫切期盼 也是国际社会压倒性共识 美国在两个月前推动安理会第2735号决议时 声称以色列已经接受停火协议 但现实却恰恰相反 我们没有看到以色列致力于停火的可信迹象 反而是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 不断攀升的平民死伤 美国作为最大的武器供应方 对以色列有足够的影响力 我们希望美国拿出真诚负责任的行动 推动以色列尽早停止再加沙的军事行动 停止对平民的杀戮 近日以色列高层政治人物称 让200万加沙民众饿死是合理且合乎道德的 这种骇人听闻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 饥饿不能成为武器 人道问题不能政治化 平民生命不能成为谈判的筹码 中方敦促以色列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 开放全部过境点 保障人道物资快速 大规模安全准入 请不吝点赞来订阅 周三迅 最 nobod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